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到了中国的地位 却普遍攔上鴉片 中國的軍隊也攔上鴉片 大家會知道 這是一個鴉片對中國社會的毒害 這是英國帝國主義 對中國的一種殘害所構成的一種 一種 一個事件 那麼劉老霞生不出來 他就有一個老婆 小老婆 這個小老婆呢 他的弟弟 在劉老霞的父親 這個60歲生日的時候 送給他的父親的 是成立的一個妓女 所以你看這裡面關係非常亂 非常亂 非常亂的話呢 實際上呢 這裡面表達的就是地主基基為了 貪婪 就是他貪婪的本性 連兄弟的這樣一個 土地都要掠奪 但是劉老霞的弟弟呢 也不是好東西 是吧 他到城裡 嫖妓吸毒 所以這種 地主階級的腿敗 他認為這種腿敗 是他本身的一個腐敗 一個墮 各方面都出了問題了 而且最致命的問題是 他的生治出了問題 他生不出正常的孩子 所以這個小說一開始 就是這個地主婆 翠花花在生孩子 生孩子 是生這個成草 那成草呢 是他們家的長公成茂 和這個翠花花 偷行生的孩子 所以大家看一看 地主階級其實他 一方面是他生治出了問題 另一方面他的後代 按中國這種傳統家族的 這種倫倫關係來說 他的血脈出了問題 他血脈已經被農民 被壓迫階級侵入了 被壓迫階級 不需要通過暴力革命 來推翻地主階級 只要上他的床就行 他只要爬上那床 這個後代之後變成死人 變成是革命階級 但是問題在哪呢 就是說陳草 他被地主階級養大 但是呢 他並不論陳茂做他的父親 他到城裡讀書 陳茂讀書呢 他們有三個同學 這裡小說只是三個同學 一個奴方 他接受了共產革命的教育 參加共產黨 陳草 他是什麼呢 他還一朗回到地主階級的陣營 另一個江龍 他上次做了土匪 所以這是中國 現在中國 這些青年 他所選擇的不同的道路 是吧 那麼只有奴方這個道路是正確的 他找出了革命 共產黨的道路 這樣一個能夠團結 能夠凝聚起人民和人民被壓迫人民 在一起的一個階級的道路 所以大家注意到 松茂這片小說 有他對歷史的一種理解 是吧 在中國現代的這種巨大的轉型和略變的一個時期 他們選擇了道路 小說不斷地寫到那個 寫到他們中學打網球 其實這是一個象徵 是吧 像這個演藝人他會打網球 打網球 那不是演藝 就是陳草 他們會打網球 像那個年代 確實這個地主階級的後代 他們都會有這麼一種 現代生活 都有一種現代生活的方式 所以大家看看那個時候的 這個 你們應該是你們的爺爺被 你們的爺爺他們造的像 其實是很陽氣的 都是結婚照 都是穿西服 戴著婚紗 沒有吧 但是 就說有一些這個 我就說地主階級 地主階級 他們是有這樣 有這樣一種 就是 其實這裡面就說 有一種啟蒙主義的 自然這些啟蒙主義的 那種生活方式那種理念 其實是在這一代的青年當中 他們是已經有很深的 很深的一種影響了 而且 它是 比較普遍化 大家不要認為 大家現在看那個時候 讀現代文學 看一下這個 魯迅啊 這個胡適啊 胡適啊 胡適總穿了西裝 是吧 這個 這些 他們都是西裝隔離啊 風度偏偏的 其實是很普遍的 那個時候 大家看這個 周陽 是吧 二十幾歲在上海 從事的是共產革命的這種活動 但是他穿的都一身的白西裝 白皮鞋 是吧 非常帥 但是呢 陳草 他也算接受了 現在啟蒙的教育 他想把土地 想把這個豬啊 減豬 給農民 減豬減西啊 但是他沒有 進行土改 他當然應該都不敢進行土改 他就盡量的 把這個土地給農民做 就到了 沒有土地的農民 都可以來他這裡 他奔下去 給農民中 只交很低的竹子 陳草在十八歲 接受了他的那一串 劉王霞給他管家的鑰匙 然後 他想 來完成一種改良 就是說 其實呢 小說在這裡 我們也可以看到 中國的地主階級 也未必 在現代 不能完成他們 新的一種現代性 就像陳草這樣 他把土地分給農民 那些農民都跪下去 都趕著來的 都覺得這個老爺 你對我們這麼好 是吧 所以就是說 中國人在那個時候 中國的地主階級 如何重新調整 和農民的一種關係 緩解那種緊張的階級對比 他還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 並不一定是通過暴力革命 來完成 在想說中 你都可以看到 他這些的表現是非常的 非常的深刻 但是呢 不久 土改 開始了 共產革命 爐房帶著工作組來了 所以陳豹他變成了 農會的主席 本來你會發現 開始這個鬥爭這個地主 變得非常的困難 鬥爭地主的時候 這個翠花花 他撲過去 就抱住這個陳豹來 抱住陳豹農會主席 就兩個人就撕捨在一起 那麼地主還叫他 你是一條公狗 你是一條公狗 不斷地罵他 因為這個小柳主寫到 這個陳豹農民和地主階級的關係 陳豹呢 被他趕走了 被劉老師他趕走了 每一次趕走 陳豹會催那個唆 他像那種鄉間的那種 流氓無產者 又有一種浪漫氣息 他吹這個唆 就是到處混 那麼在地主家裡 覺得很好 又有這個飯吃 又有女人睡 半夜就翻牆了 他說陳豹呢 就是把整村的婦女的家 窗戶都翻遍了 就是那些婦女總是說 昨天晚上這個陳豹又翻牆翻進來了 就在農村 其實在中國過去的農村 這樣一種男女的關係 它是很普遍的 很普遍的 所以你會發現 跟葛飛寫的這個《彌州》 它又是兩個極端 是吧 這個老婆如果出去跟人家偷情 就要把他淹了 當然這小說寫的經驗 有時候它是非常極端的一種經驗 但是《印術之家》這個寫的 像陳豹做一個長工 他可以把全村婦女的窗戶都翻遍 這當然也有一點小說的誇張 一點小說的誇張 但是從我插隊的那個地方來看 這種風俗還是延續到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後來是不是在黨的教育下 農民也確實有進步了 這個我就不知道 但是在七十年代 一直到七十年代 農村它這些關係還是比較豐富 所以這裡面說這個陳豹 他是這麼一種人 就是流氓無產者 也有點鄉間無賴 好吃懶重 是吧 但是有點浪漫請教 他會吹唆呐 你把一個好勞力 但是他就變成公會主席了 變成公會主席 問題是在哪呢 就是他和地主階級 本來是有強烈的依附關係 劉老祥把他趕走了 但是他過去就又回來了 他又靠在這個門邊 東家我回來了 他臨皮很厚 他說你回來回來回來 就是幹活吧 所以在那個年代也可以看到 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 和僱農的矛盾 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並不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這種動作 並不是階級這種動作 這裡面他有意義可以寫到 你看他 陳茂去爬上地主階級的床 是吧 然後還給他生了孩子 他還企圖論了一個孩子 論了一個孩子 有一次他在那個梨樹下 陳草小的時候 他要生那個梨子 陳茂就爬上去跟他摘梨子 他說你叫丁 叫丁 結果被劉老祥聽到了 那就把他抓到房間去 叫陳草騎在他的背上 叫他狗 他要硬 叫他狗 結果呢 一邊叫一邊打他 他們這裡可以看到地主階級 對於 對於這樣一個農民階級的一種 破壞和污辱 陳茂的那種屈辱 到了這種屈辱當中 他寫出農民的 生長於土地上的農民的 他們那種獨特的一種生存狀態 所以這些呢 對於獨特的描寫的時候 我覺得都有一種非常精湛的筆法 他寫出農民的那種複雜性 農民的那種豐富性 那種活生生的一種生命 他們有慾望 有他們的暖落 有他們的愚昧 有他們的屈辱 但是有他們的那種懷戀 這些我覺得都寫得非常的豐富 但是我們也會看到 後來這樣一個革命 進行一種對立 被叫做地土階級 然後他們叫做農民階級 所以陳茂 企圖擺脫這樣一種命 這種命是無法擺脫的 後來就是 把那個陳茂也吊在那個 廷子上 他拿著槍打那個陳茂的褲擋 因為其實陳茂是他的親生父親 在這裡他拒絕論這個親生父親 就拿槍打過去 他打了三槍 打了三槍 結果他的東西還不掉下來 他覺得非常奇怪 他這個時候 他聽到人眼上飄蕩著 永不停息的音速的氣息 所以你可以發現 在這個想法中的一種毒品 是吧 命運的那種神秘 地理界的宿命 深知的一種錯誤 和這種歷史的一種暴力 這麼複雜的糾結在一起 一篇短編小說 它確實融化了非常豐富 非常複雜的東西 寫出了中國 一個作家 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種本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驚嘆 就是這樣一種小說 它內在的那種豐富性 對歷史的那種穿透 對歷史的重新的一種表達 我覺得是非常有力量 當然整個小說是以 收聽性 敘事非常豐富的方式來表現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網上查一下 或者是找一下那個文藝真理 大概兩年前我寫過一篇 論證分析這篇小說的文章 有一篇兩萬多次的文章 兩萬五六千字的文章 分析這篇小說 當然其它還有很多的作品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這時間關係沒有辦法 完全去討論它 其實像余華的小說很極端 你像《河邊的錯誤》 現實一種 世事如煙難逃結束 像這些作品都可以看到 充滿了對語言和幻覺的一種表現 它特別是在那種殘酷和絕望的一種境遇當中 去發掘一種語言的一種感受 很像那個《河邊的錯誤》 最近讓它現實一種 現實一種就是兩兄弟 兩兄弟呢 因為兩兄弟的小孩 發生了一種悲劇性的事件 三感三風 這是兩兄弟 他們有個孩子 一個五六歲的孩子 看著另一孩子睡在這個小床上 他覺得很好奇 就去掐他的脖子 小孩子睡著孩子不懂事 他覺得小孩掐一下他會哭 他覺得很好玩 他又掐一下他又會哭 就差點把那個小孩給掐得窒息了 掐得窒息了 後來呢這個 他又覺得他還沒有死 那時又把他從床上拖下來 突然又摔在地下 摔在地下當時摔死了 老僵都跑出來 所以你看這個想說 他寫得這麼殘酷 就寫這種孩子 寫這種孩子 當然這個 本來是他們 本來是堂兄弟 是吧 那把他弄死了 弄死了這個 這兩兄弟就不幹了 這樣兩兄弟就開始殘殺 殘殺了 所以你把我的孩子弄死了 然後他們兄弟兩次想殘殺 最後兩兄弟都 就洩露了一種自強殘殺 他就寫這種 非常悲慘的 非常絕望的這種事情 當然這種事情 我們也可以在很多現在新聞報道 大概都可以找到類似的 這種東西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寫的就是 倫理 家庭倫理的崩潰 家庭倫理的崩潰 重新的結構 在這種 家庭倫理的崩潰當中 他就找到 對這個世界的一種敘述的方式 一種描述的方式 你看他這個四十如焉 四十如焉呢 他寫的是一個 七八十歲的 蒜明先生 這個蒜明先生呢 他呢 這小說中的能物 沒有五字 只有數字 一二三四五六 這個蒜明先生呢 他非常的奇怪 啊 他每一次 他誘騙小姑娘 誘騙小姑娘 誘騙完小姑娘呢 就來殺一隻攻擊 捕他的獸 把他捕獸 他只要殺一隻攻擊 他有好多個兒子 只要他 誘騙的小姑娘 殺一隻攻擊捕獸 他就要死一個兒子 然後他不斷的就去 重演這樣一種事情 然後他呢 八十多歲了 這個還紅光滿面 這個身體非常好 但他的兒子呢 一個一個的死去 就說作家他構思的是 這麼一種東西 那你讀起來覺得 生命 家庭倫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玉花在長時間裡面 他是非常瘋狂的結構 這種家庭倫理 是吧 你看他十八歲出門已經 四月三日世界 那五位是最佳的一種 投幣 是吧 家的一種冷漠 1986年 那完全是家的一種遺棄 是吧 清人的一種遺棄 那你再看他這個 現實一種 是吧 那個是家庭倫理的 完全的崩潰 在暴力中 一種相互的 一種殘殺 世事如焉 這個父親 其實殺公雞是一個象征的 就父輩 對我們本來是四父 他是四子 反而是父一輩 對子一輩的這種屠殺 他通過 像這個手法 通過殺公雞的這種方式